本星期的香功穿梭,我是Aaron 今個星期的報導都比較多 先看第一則報導 第二屆香功杯 以航天科技為主題 比賽開始之前 今年有30支小學隊的隊伍 競爭都很激烈 同時是今次活動投下的順身一票 比賽開始了 同學就要立即開始編程 測試編程和機械設計 希望能夠在最短時間內 完成任何任務 比賽任務 賽場中經常會聽到這些對話 怎麽可以快些 剛才的哥哥,香功導師 教我這樣做會快些 如果再可以 試多一次就好 好想再參加 好想在這間學校等 等等 同學都覺得主動學習的態度 令到老師欣欣為 因為本校都指力推動STEMP的教育 推動他們在學生 入學生學習 透過這次活動 豐富中小學生的學習經歷 讓他們成長 當學呢 湯公大使 蔣敬生 為不少少同學參觀宿舍 馬魚鳳老師去參觀 湯公的高級工場 那些STREAM的設施 校長呢 和持有小學的代表 和他們拍照 還有和另一間小學一起拍照 李國達老師呢 王志偉老師 劉淑文老師 王毅鵬老師 都是 在參加視訊活動的時候 都特別參觀為小學同學 帶他們參觀 另外 校監林辰庫 審校長 和家教會的 座表總幹事 和兩位主持今次的任務 無極主材 並且客照 今次粵主辦呢 是由盛大 香港 和HKFSC 舉辦的 並且頒發給 單位大獎的 同時也頒發給 不少學校的 亞貴軍 一些設計大獎 和團隊精神大獎 活動結束之後 整班同學都拍照 作為 結尾聲 也有同學 大冠軍 也有人踩單車 體驗一下 來到第二則的報導 就到了 天主香港區家教會 家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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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會 在今天就舉行 在7月1日舉行 香港結出家校義工 班長典禮 都恭喜老師 家教同學 在裡面 榮獲一些獎項 包括 香港結出教師義工 結出家教義工 和結出學生義工獎項 結出教師義工 包括有 郭Sir 陳義信 作理校長 郭坤同老師 和 謝少華老師 但是 謝Sir 是當日沒有出席的 另外 結出 家長員工 包括有 家教會的 代表 包括 鳳慧琼女士 鍾玉瑞女士 和 羅秋怡女士 而同學代表 就是陳仁鳳 張耀雄 和 張雲婷 在這裡都 都 恭賀 常識的 老師 同學 和家長 希望 透過秉承著 鄉公的精神 為鄉公出奮力 另外 第三則的報導 是關於公社科內地考察 中五級的同學 在6月29日 完成珠海航空科技探索之旅 活動 是主要探訪 外飛客 航空的科普教育基地 認識一些航空的知識 中國的航空市 和民用航空企業發展的開放 希望同學 就能夠在這裡投入學習 用心上課 並且實地參觀飛機工廠 和企業人員進行深度的交流 還有 同學也都有機會參加機械人對戰活動 掌握一些機械工程學的完美 其餘方面都為中五的同學 在學業和升學日的需要 提供一些重要介紹 如港澳大灣區的 航天科的學院和就業機遇 同學也都實在是獲益不淺的 內地考察也都是公社科課程的重要部分 相信 今次的中五的珠海之旅 亦都足盡對國情的了解 和中環文化的認同 當日 李漢羅老師 杜啟洪老師 和中英廷老師參加上述活動 和中五的代表參加 今次的活動也都是 和教育局主辦 而中也都有同學是玩的 這是曼這個機械對戰的 林延峰同學 陳仁鳳 八家豪 和 吳志昌 另一邊還有張耀雄 鄭公平山老師 當日都參加了活動 這就是他們參觀唐空展的活動 來到第五則的 來到第四則的報導 明報今次 在香港聯同城大 再辦的香港杯火星任務 機械人競賽 是獲得明報名校網的報導 根據明報的校網就報導 說香港聯同城大 再辦香港杯 學生擔任導師 向小學生推廣編程 從教導他人中學得更多 當日就講到AI時代 今次校方又再和城大合辦香港杯 今次第二年 今次以火星任務為主題 中學生 學以致用之餘 都要教小學生 的確是一個 真是互動的能力 不要真是 今次也都是 香港和城大 連同香港都會 學校議會 Winster Enterprise HK Limited 舉辦第二屆的活動 審考總也都說 學校在十幾年前 已經推動STEM教育 也都是完成了 學校本的STEM課程 基礎 2023 香港的杯 是以火星探索為主題 要將物資送去太空站 再用 星際的運輸船去火星 透過今次活動的重點 都可以說一下 就是能夠 透過中學的同學 叫做義智庸 加學給小玉同學 希望我都期待 有些學校參加一下 我們 都希望有些 我們的小學都可以參加 派一些對目來我們學校 玩一下 我們都有人拿的 另外 另外 最終 冠軍 冠亞季 就是來自中華基督教的基華小學 石禮天主教小學 和補血會思源學校 拿到的 都多謝他們的協助 我們的協助 亦都是重視傳承 新火雙傳 他們要有個Python和Java 去弄到太空船上 而朱信峰 亦都是身為乘達的老師 亦都是香港的救生 他認為 是一個 今次的機會都很難得 見到學校的stand法子 越來越普及 都恭喜他們 希望真是 透過成大的訓練 再傳承給小學生 就是藉著大學中學小學的協助 和相受 提升 創科上的解難能力 來到第五則的報導 在6月27日 持有會 泰國會省 有五位校長 一位修士 和四位修女 來到本校進行參觀 了解香港的STEM教育 老師作出了職場的示範 亦都在體驗操作機械人 之後亦都去到宿舍參觀 宿生亦都向他們講解 宿舍生活 和帶領他們遊走校園 參觀不同的設施 當日 詞稱的代表 有香港的詞稱代表 持有香港的詞稱代表 持有香港的詞稱代表 學校的代表 校監林神父 校長 審校長 宗教服 德育主任 曾志陽老師 在當日參加上次活動 另外30號 國會省的學生 亦都來到 學校值次機會 了解寄宿生活 和平日在學習STEM科技科的情況 和職場邀請 泰國學生 體驗操作機械人 泰國學生亦都對我們的STEM科技科 中很有興趣 並且投入聽取同學的講解 期望有機會來到他們 再訪來 學習製作機械人 最後 泰國學生亦都用文化舞蹈 然後踏實我們的招待 嘩 的確是文化中的傳承 好期待 將來不同國家來的學校 來參加我們這間鄉公 希望是增加我們發展機遇 我們鄉公不弱 在世界上都可以說 是榜順之上 差點 其實三天心裡都說 不如說鄉公是世一 還有 慈青的代表 後面的拆國青年 我們鄉公都有代表 跟他們參觀 也都跟他們聊天 這就是活動日上 計時回來香港 我都希望有open day的時候可以看 我都要帶他們回來我家學校參觀一下 跟他們交流一下 用韓文交流一下 用英文韓文中文交流一下 最好 如果大家懂得講韓文的 我可以 如果教我們 如果上過韓文班 對了 這個是值得 給你交流的機會 如果將來我們鄉公有韓文課程 我們同一位老師做了 談過 然後在鄉公課 過程之後 我們會增加收入力 我們會自力下來 去STEM 科技發展 或者一些 在英文社會學習 都可以活力 活力 活勇 還有 以後 如果我去到韓國大學讀書 或者去到英國大學讀書 如果 想不來香港 我呢 不知道哪一位學校 學校 所以 偶爾 你可以去到STEM 什麼 可以 以後可以帶他們 帶他們去 跟大學讀書 跟大學讀書 然後 然後 會夾殺他們 一起去 來香港 去參觀 來 來 整班 好 我去 這個是他們去的護士 另外 這個就是他們在泰國會省 他們來香港參觀 好 來到第六則的報導 在七月四號 中四的同學 和老師 在體育老師的答應之下 去到M加藝術文化博物館 的南展館 參觀 這次展廳的主題是 藝術與時度的對話 同學不單止去聽 導賞員的介紹 亦都跟同學分享一下 藝術作品的感受 這個也是難得的藝術體驗 當日 劉淑文老師 李國達老師 朱君如老師 鄭詠生老師 和藝術科主任 簡Sir 簡志騰老師 和中四的同學 一起參加參觀M Plus 這個就是他們的導賞 他們參觀導賞的介紹 參觀展版一定要填一張表 學活用 從中可以了解藝術文化 第六則的報導 在生涯規劃委員會 籌辦一個特別活動 是為中一和中二的同學 在將來升學 就業和理財有些利息 那生涯規劃委員會 分別為中一二 在7月5日和6日 舉辦一個叫做 叫做 運財性屋的工作方 同學可以由遊戲裏面 探索未來職業路向 和明白一個正確理財的重要性 體驗對同學 在投身社會會的幫助 同學透過這次活動 投入 私生的融洽 整個氣氛也都是良好的 都有不少中一和中二同學參加 活動的 真的不要小看他們 在學習裏面 希望透過這次活動 能夠爭取到他們的 對將來在出去工作 對投入社會 是有更好幫助 也都和中二的同學 參加活動的 另外第七則的報導 唯一就是書我選活動 為了進一步推動活閱讀的氣氛 也都招請班初中的同學 去到書檢圖書館求診書 從而在興趣生活中出發 鼓勵同學視不同的書 參加同學包括有 不少的 包括中二的黎晉軒 後面在旁邊 有1A的 由中一升中二的張志豪 朱重安 中三的黃柏妍 準備升中四 中二升中三的譚耀星 這個中三升中四的蘇樂森 都參加了同學動 林樂熙在這裡 來到第七則的報導 來到第九則的報導 七月六號陝西師範大學附屬的小學有四十位老師同學生來到學校 值此機會 本校的幾位老師 和鄉公大使 帶他們去到我們參加本校 並且他們交流彼此生活的經驗 和分享兩地的學習情況 同學也都非常 投入聆聽理解 最後也都更加自行製作的紀念品 愈發緊結束今次的行程 小學朋友也都紛紛地表示 對香港的校園 學習環境大開眼界 非常羨慕我們學校的學生 能夠在優美的環境學習 逼急拔待將今次的鄉公考察 經驗將和自己的朋友分享 而當日黃俊軒、陳全文、張雲廷參加上述活動 但他們參觀下面的Stream房的結構 宿舍 A-Lot Lab這個 MMLC 並且和他們拍張及照的 並且宋鎮紀念狀 希望 也多謝陳庭澤老師 和陳議訊助理校長的支持 我們很開心 和他們參觀香港CDO 齊模型 了解一下科技中的發展 希望 我們能夠 透過這次活動 增加 對我們 學校的歸屬感 而最後一則報導 就在第十七屆 中學基建模型創作比賽 2023的報導 陳紹希、劉子聰、陳全文、張雲廷 在Ivy舉辦的活動中 勇奪過獎項 包括全場總冠軍 最佳外官獎 最佳承托效益獎 和最高貨在 多謝林Sir的陪伴 最終得獎回來 都是一個好 為鄉公帶來正能量 都恭喜四位同學 和林Sir 希望他們能夠 在鄉公的Stamp發展上 是邁向一個 新的徵程 本台也都留意 這個節目 鄉公穿梭 會在星期六 早上九點半 在Aerromap頻道 國際台播出 而星期日的 早上六點 在Aerromap頻道 即是主頻道播出 大家要留意 好多謝大家收看 今個星期的鄉公穿梭 我們下個星期 同樣時間再見 也都歡迎大家 去到國際台 國際台和Aerromap頻道 重溫 拜拜